海岸 說到這個海岸 當初不是那個老師把這裡繪成這樣 對啊 以前有人說 新娘新娘在海岸 無條江湖無災難 新娘新娘 有住民 因財報百歲換 早期流傳的打油詩 深深的表達出 當時海岸路的聲況 民國八十年初 原本前景看好的海岸 因為失敗的地下階級化 讓繁榮的海岸 在短短的時間內陷入困境 人稱沒落的十年 就只為海岸畫下了悲鳴的處葬 在短短的時間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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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到民國九十年初 一群不計名利的藝術家 把海岸的街道當成畫布 慢慢的海岸才又復興了起來 把街道當畫布 讓海岸路變成藝術展場 海岸路的人們 也漸漸忘卻他曾經的暗淡 海岸人們的笑容 就像音符般 譜上海岸的未來 為海岸鼓成鼓下 四季協奏曲的 暗春一般 告訴的我們 海岸 不再是以前的海岸 現在會玩底進階的男生不多 幫你收餐 我怕有香料雞肉也在裡面 你不是剛才那個嗎 對啊 你看起來就不像當地人 你是來玩的吧 聽說 海岸這邊不是很熱鬧嗎 怎麼 現在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嗯 其實海岸這邊 就是越晚才會越漂亮 越晚越多人啊 而且最近剛好有 採燈節 有很多錢 可以去看看 那 你慢慢吃 我先去忙囉 祝你們那一塊 你慢慢吃 你好 阿森們嗎 你好 請問你們的招牌是什麼 招牌是上面菜單的部分 然後下面的圖片是招牌特條 那我想要來買隱藏版的特條 各位 說到這個那種 當初不是那個老師把這些畫成這樣 對喔 以前的說 新娘新娘在愛安 五條港区無財難 我新娘新娘無庭 新娘再後開始 來 年輕人 你的名字好了 這個看起來沒什麼精神耶 這個人在土耀活動 你待會可以去看看嗎 那是彩仁姐 對啊 是彩仁姐啊 你可以去看看嗎 對 好 來 那是彩仁姐 海公這邊啦 剛好去找邱鵝和邱叔叔 可是他好像不太記得我了 好啦 那我等一下就回家了 掰掰 自從我們離開海岸後 就沒有再回來過了 如今的海岸 已經不同於以往 海岸就像是你的孩子一樣 或許過去有太多的不成熟 但現在我們都長大了 你看到了嗎 爸 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從來 我回來了 太多的不成熟